无事已至成 克遵国家法令 南港区公所举行新任区长任职布达典礼 在市政府民政局局长蓝世聪的尖交下 代理区长李林鸿将硬性交接给新任区长蔡明如 过程圆满顺利 各区区长与市议员及南港区的多位里长也都到场观礼祝福 今天是八八节了 所以先祝福大家八八节 这个夫妻节快乐 在座辛苦了 所有的护卿 那这个我们也谢谢我们蔡明如区长挑在这一天 这是他人生生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个他永远会记得是在护卿节的时候当区长 所以回去要谢谢护卿 今天这个区长布达是我任内大概最后一次的区长布达的 所以 好久点看待啦 这个蔡明如区长 其实我要谢谢他啦 因为我当区长以后 他就在区长室陪伴我 所以大概帮我处理很多列管的事情 还有公文处理 还有跨局处的处理 所以大家想像得到 局长该做的事情 他都做了 所以其实他也是类局长 类似的类 类局长 不是类史局长的类 在他身上我轻松多了 所以我们在座很多里长都很担心 我们下一个区长一直打听是谁 是不是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跟王先里区长一样好的区长 是不是 我说一定会一定会 一定找一个比王区长更温柔的区长过来 听说现在王区长回家照顾妈妈照顾老婆 所以我应该说妈妈 大嫂你们辛苦了 我也借这个机会 我们勉励我们蔡米卢区长 南港区是一个非常好的区 是所有想要当区长的人梦寐以求的区 因为这个一个正在发展的区域 我们印象南港就是一个工业区 那现在我看他慢慢朝着香港的路在走 所以未来就跟香港一样 大楼林立 是一个商业区 所以我们未来也是要转型 那其实南港也是一个里长最温暖的区 我觉得南港的里长 可能受到我们南港区的影响 我们以前就都比较重 所以我就认真理 所以南港的里长都很有人情味 所以我觉得到这边来当区长 我觉得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这起很多很多的家人 对不对 我大家拍摸一下好吗 所以我们这些 我们都是一家人来掌声鼓励 我也拜托大家 就未来把我们的新的蔡明如区长 把他当成一家人好好照顾他 那也勉励我们区长 这个对我们家人一定要好好的 这个我们服务要好 照顾要好 那我们希望未来大家能够高高兴近的一起工作 很欢迎那个蔡区长到我们南港来 我们南港 如果你像先里区长这样做久人的话 我们南港的人口可能会暴增一倍以上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也蛮累的一种工作 但是我们都刚才那个区长说 我们都和蔡可亲 和蔡可亲很好到底 我们一起来共同为南港来打拼 在这边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蔡区长 这个我们蔡区长 就是学士能力相当有经验 这个从市政府的地政策一路基层走上来 从也在建设级当科研 在副政事务所也担任过 所以在八九位的七长申请人员里面当选 那我想绝对有他过人之赐 在这边我们里长也会全力来配合七公所 未来的活动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为南港区来造福 非常谢谢大家 南港区新任区长蔡明如 拥有地政专业背景 历任多个单位行政资历丰富 未来将善用南港东区门户的地理位置 结合在地人文与产业 带动南港区的各项发展 各位大家好 今天刚上任非常开心 如果我问对南港区有什么 因为其实台北市政府 当然我觉得区公所 等于相当于在地方的小市府 所以有跟民众有关的东西 都已经在区公所是窗口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最基础业务一定是卫民服务 一定要持续做好 这是最基础业务 然后市府在这边推行东区门户计划 其实把南港整个的气氛啊 状态都翻转过来 我觉得未来当然就是一定积极配合 继续推广这个东西 还有我希望说 因为现在越来越繁荣了 那看能不能够结合公司力呢 将我们地方产业啊 像是茶叶或是我们一些人文 能够包装去 利用各种方法 像未来的明年的登节 然后我们有结合北流 能够让大家更知道 我们南港地方的进步繁荣 那也希望各位乡亲的 能够多多协助 多多指教 其实我是中心地震 夜间部毕业 那我们那时候业大 你要中心的风气 就是台北法上嘛 就会学长进来 都会鼓励我们考公务员 那我大概大三就考上书记 就一路慢慢爬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考上高考 很幸运啦 然后工作运我觉得真的不错 就是朋友跟贵人都很多 然后毕业后高考以后 那大概就是有参加过 北二高征收 那时候二高刚开始 那有需要缺人嘛 高考过 然后我们就去做个征收 那当然啦 就是后来考量 全国性的共同 所以要全部四处跑嘛 那要照顾家庭 那有小孩就 又有机缘就回到市政府 那那时候刚好 采购法刚开始 缺采购人员 我想缺人 那我就回来试试看 所以我才到动物园 去做采购 那因为这样到建设局 然后有机会再到民政局 大概是这样 后来有很幸运 参加花博的专案 然后才会认识一些长官 那就提拔我到 先到市长市当 也是当基要秘书 行政秘书 就是做公文这些考核 然后才又再继续回民政局 在各界的祝福与期许下 南港区新任区长蔡明如 将带领区公所团队 共同努力打拼 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运用东区门户的各项资源 来带动南港发展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